未来网中央新闻网站,北京11月24日电,当地时间11月23日上午,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,遭疑似恐怖分子袭击。 对此,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,在23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强烈谴责,了改启暴力袭击行为。 除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外交部网站,综合国际在线一样是新闻消息车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2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 当天早些时候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,遭疑似恐怖分子袭击一时给出了我方的表态,并对外公布了已经掌握的时间的细节。 耿爽表示,根据目前中方掌握的情况,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左右,三名非法武装分子试图闯入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,被发警方发现,三名非法武装分子被当场击毙。 两名八方警卫人员牺牲,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在无人议员伤亡,图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外交部网站。 据报道,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,已对此事的遇难,这表达了慰问和哀悼。 报道中还称,对于该起暴力袭击行为,中方表达了强烈谴责,并要求八方采取切实措施,保护在八中方机构的安全。 此外,中方还对在此次事件中,选职的八方警卫人员表示哀悼,也对其家属和受伤人员发出了慰问。 据巴基斯坦警方初步调查后的结果显示,三到四名武装分子携带爆炸物,试图闯进领馆但并未成功。 在交货中,两名附近截区警察日夕身亡,卡拉奇领馆一名安保人员受伤。 释发后,当地警方及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,已赶往现场并封锁周围道路。 李毅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